哈喽 刀子放下好不好 刀子放下好不好 刀子先放下 刀子放下 你要不要放下 酒醉男子上身赤裸情绪失控 手持水果刀 坐在其路下 遠景感到現場 氣氛相當緊張 我警告你第一次 不要不要用 不停安撫勸說 男子還是很暴走 甚至將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情況危急之下 上下 不出 不出 來 趴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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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急發射電擊槍制服 這名61歲陳姓男子 原本是臨時工 但最近疾病纏身無法工作 到台北萬華西昌街附近 喝酒解悶 沒想到幾被烘烘下肚 竟然拿起水果刀 瘋狂筆劃 嚇得路人立刻報警 進攻道場 他更加失控 一度將刀指向自己 還畫向胸口 為成品人意圖持刀割頸自強 情況危急下 遠景使用拋棄式電擊器 制服成品 人被制服後 緊急送醫並無大礙 這回因為手持攻擊性武器 警方當機力斷使用電擊槍 阻止一場意外發生 即日姚立香 范雅喬 台北報導